提到X5G这个单队,大线的粉丝们应该都会感慨万千 X5G开始于全国打赛,拿下总冠军后,顺利打进了KGL赛区 又在KGL开始发光发热 虽然第一个赛季败给了GOG,没能拿到冠军 但也有了打KPL选拔赛的资格 可就在大家分文讨论,X5G对阵GOG和MTG能有多大胜算时 联盟突然发出限制规则,未满18岁的队员仅止打比赛 同时被曝出,经调查GOG与南京黑洋酒精是一个资本 这个在KPL连赛上是不可以的,导致GOG争夺资格被取消 随即东莞WZ替补GOG,最终X5G不敌MTG 但却2比0击败了东莞WZ X5G这才拿下了KPL的临时洗位 之后X5G战队并不被大家看好,纷纷调侃B主议论有 可大前自己认为,X5G大概率是A主的实力 让人没想到的是,走外一出竟被大批黑粉超跑 但事到如今,X5G的弟弟们做到了,并且还打进了S组 而就在KPL救赛败着主,X5G连续击败了DIG和强队套博 最后败给了TTT止步四强 面对KPL经验失足的大魔王、天狼星三支战队 他们确实不是对手 即便没能冲进总决赛 但他们作为新进战队之一,已经是传奇般的存在了 而相比于KPL未进冬冠比赛的战队 那些看不起X5G的观众们,这时还会说什么呢? 同时,当X5G止步四强后 观众们想到了四强的65万奖金 X5G会如何来分配呢? 最近大线在直播室做出了说明 并和海拳道都不够发红包的 更不止这,赚钱 四强有多少奖金呢?我真的不知道 奖金你拿多少?我不拿钱 奖金都分类了 我不是跟你讲过很多次吗? 奖金大头都是选手拿 然后留一部分是赛讯主持人教练 再留一部分是俱乐部 俱乐部就把房租水电费交一交 别的就没了呀 好不好 我不是招几个弟弟过去打奖金 给我赚钱的 赚奖金钱 那我要赚奖金钱我饿死了 这墙应该65万人民币 哇 这还好呢 你奖金还不如 实实话 我在群人发红包都发很多 也是这个数 动不动一个人买卖几百万 再动不动一个人 再好一点人买卖上千万了 你有把战队卖了就可能吗? 应该不太可能 除非我坚持不下去了 除非我真的没钱 你养了 把豆子卖了 是的 现在把豆子卖了挺赚钱的 把我卖了最值钱 是的 把我卖了比他们要值钱 我 手发地步 我 保重 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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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